阿凱 李歐 你們到底是什麼時候發現自己喜歡男生? 其實我好像連我自己也不知道誒 我覺得這個東西很難講誒 因為我從小的時候啊 我超愛拿我媽的口紅 就幼稚園喔 幼稚園就拿我媽的口紅 我媽去上班拿我媽的口紅 然後畫口紅 然後因為小朋友看不到他 然後我就把它阻斷 然後媽媽下班後來就 所以媽媽生氣不是因為你偷擦口紅 所以你把她的口紅折斷 我那個當下就很好奇 到底她是因為我把口紅折斷生氣 還是我擦口紅而生氣 來問一下全天下的女生 欸 偷擦你的口紅 跟把你的口紅折斷哪個比較容易呢 你折斷了 折斷不能繼續用嗎 可以再黏回去吧 有方法 但是很麻煩 但是不一樣耶 好 趕快給媽媽道歉 然後就是我那時候 我超喜歡就是玩我姐的芭比娃娃 然後我會看那個愛天使傳說 新娘捧花 然後聖水晶給你愛 對聖水晶 然後我就會披著那個 我就會披著那個浴巾 跟床那個被子 然後就是聖水晶給你愛 那一類的東西 給誰愛啊 就給我啊 然後房間沒有人 就自己跟你在那邊玩 對啊 就自己玩得很開心 然後就是 我的市區車跟金剛 都會被我姐拿去玩 那你是不是很喜歡有個網路遊戲 是幫女生化妝 喔 韓國的那個 韓國有一個大包子頭 然後你們有玩過那個遊戲嗎 韓國有那個大包子頭 然後你可以幫她畫眉毛 我那時候去巴哈姆特 不是巴哈姆特 史萊姆的第一個家 我都會去 又死在眼淚 我那時候在史萊姆的第一個家 我都會去找那種 女生的化妝遊戲 很好玩耶 然後我都會把它們裝得很漂亮 然後我跟我媽說 我以後我要念服裝設計系 我媽說我家很窮 對啦 這感覺是四個需要錢才可以讀的歌 因為輻射系很貴啊 他其實在刻板印象 不然請所有輻射系的有研究 讀輻射系到底是不需要用錢 所以那時候你只是喜歡 你的性別系列 只是比較喜歡女生的東西 對啊 我那時候很秀氣耶 然後一直到國小 我都會去看班上的男生 然後尤其 因為我住雲林 然後有一些男生那種黑黑帥帥的 因為雲林可能太陽啊 然後可能做農村的啊 其他地方也有太陽 欸你知道嗎 不是就是他們可能比較多就是務農啊 什麼然後 好帥喔 那時候整個就是 整個地板都一直流水 可是我那時候大概到國小四五年級 我那時候在安親班 安親班中午不到睡午覺嘛 然後我就會跟隔壁的男生互摸 蛤 我覺得那種也不是說姓 或者說怎麼樣 我只是覺得 就是有一種兩個小男生 然後很好奇 就還不懂 然後就這樣 對啊 然後就說 欸你的手好壯喔 然後睡覺的時候就是 就會手牽手睡覺 對 然後用抱啊 然後就是你都沒有辦法好好睡覺 因為老師會隨時檢查 然後就是有時候摸一摸 然後摸到褲子裡面去 蛤為什麼 我覺得應該是說 人生當中你可能會不知道 到底其他男生跟自己有沒有長得一樣 像我們以前可能國小好奇的時候 就會很想知道說 欸對方是不是也會長一毛啊 對方是不是跟自己形狀也是一樣的 對啊 我那時候都不知道這些東西啊 然後 一直到高中的時候 我或許知道說 喔我好像比較喜歡男生 因為我那時候不知道 大家有沒有用過一個東西叫Fussy Fussy Fussy是一個 算是一個違法的下載軟體 對 所以你現在講起來 你就會找他就是被擋然後去告你 然後 然後我那時候 要下載電影 然後我忘記哪部電影 然後下載一下 然後一下載一下 不是不是不是 那那個年代還沒到 然後下載一下 然後突然看到兩個黑人 兩根屌在我面前晃來晃去 然後那個 我那個國小我快嚇死了 我就想 我不是在看電影嗎 為什麼看到兩個黑人 然後兩根屌甩來甩去 發生什麼事 然後第一個時間是震驚 然後看一看就 好像還不錯欸 然後 然後我媽就走過來說 啊你在看啥 然後說沒有我在下載電影 然後就一直到大學 然後就是 認識到其他同志的朋友 才發現說 啊原來其他人好多同性戀喔 這不是只有你一個人孤單存在 原來不是我自己一個人是同性戀 然後這才 這之後才真正開始 我身邊才有很多很多的同志朋友 我覺得我跟你一樣欸 我以前也是在國高中的時候 會很喜歡 那時候不會知道說 欸什麼可能喜歡 什麼 心情像是什麼 你只會知道說 你很注意 像體育老師 喔 我跟你講 喔 我要流水 我那時候國中不是會去那種 遺地教育嗎 還是那種 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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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民的 公民的 公民的素營 很捨 天使會那種 蛤 的那種感覺欸 所以你會期待他幫你包起來賺圈圈嗎 沒有啊 那時候他說你已經講話就去法戰 哈哈 然後大家就說去法戰 不是 好我去 好啦 反正就是對班上的可能比較帥氣的男生 或者是對體育老師都會多看幾眼 然後就到大學的時候才 欸 其實我有一段 故事可以跟大家分享 因為我其實 大學的時候 有跟一個女生在一起 然後我們在一起其實 應該說整個大學四年 大家都知道說 欸 你們兩個在一起 對 但我們真的沒有進展到情侶的步驟 例如說我們沒有性關係 然後我們沒有其他的 就是一些事情 但我們就很 我們就是很好 什麼都可以在一起 因為跟他在一起的時候 其實我都會去注意 身旁的 男生 所以那時候你就變得喜歡女生 所以那時候變異性戀 沒有欸 我其實會跟那個人在一起 是因為我曾經在 第一任男生帶回家的時候 被家人給阻止 然後後來 媽媽說你不可以這樣 對 然後我就非常生氣 我就跟家人肚氣 我說好啊 如果你覺得 我要成為你們心目中的好 孩子 乖寶寶 那我就真的成為你們心目中 所謂的正常的 異性戀 所以我才會說 那我就試著跟女生叫我看看 要求喔 你拿一個女生當實驗品 也不是 我那時候 因為一來那時候其實很 很掙扎 因為沒有人告訴你 到底怎樣才是對的 所以 你也在摸索啦 對 就跟那個女生在一起的時候 你會一直試著想要去愛上她 試著想要就是 好像證明自己說 對 我是正常的 我是大家口中的這種 異性戀 可是到後來 你好辛苦喔 到後來開始 真的接受到很多的 正確的 例如說性情下 或者是性貧教育 或什麼什麼 你才知道說原來其實有一種性情像是同性戀 而我就是同性戀 那那個女生 那個實驗品後來如何 你不要講到實驗品 其實因為在交往的過程中 我們 我們對她其實都還是很真心的珍惜這個人 可是到後來 我有一次我就直接跟她說 不好意思我 可能沒辦法跟你在一起 我喜歡你 我是同性戀什麼 然後她其實也很不開心 她大概花了兩年多的時間都 我們等於是冷戰的狀態 因為原本以為我們可能這輩子 連朋友都沒有辦法當 結果後來有一天我們見面了之後 我們有彼此 我有跟她 深深的跟她說對不起 就是自己做的事情 其實真的不應該什麼 可是我覺得後來 我還蠻幸運的 是因為剛好 她跟我說她那個時候 也有點遇到性別認同的掙扎 你說跟你交往的時候 對 然後後來也跟一個女孩子在一起 然後現在也過得非常的幸福 等一下等一下 所以你後來跟男生在一起 然後你女朋友 跟女生在一起 對 對 好 然後後來其實 其實我還是有跟她道歉 因為我跟她說其實 是我那個時候 對自己的自我人同太過於 不懂事 因為如果今天假設她 沒有跟那個女生在一起 其實我等於是傷害了一個女生 四年的時光 可是就算她跟那個女生在一起 你還是傷害了她四年的時光 我覺得 啊對啊 所以我就有跟她深深的做 道歉的動作 但我覺得這很重要的一點是 因為在我那個時候 我們可能不了解說 到底自己的性情像是什麼 以及這件事情 她的環境 促進之下 你可能會覺得她是不合理 她是不對的 嗯 但現在其實我們都懂了之後 我們就知道說 我們可以如何去面對自己 然後面對自己的性情像 跟如何去選擇自己 能夠真正的在一起的伴侶 然後去珍惜她 所以我覺得我們要跟大家講一件事情 就是 性評教育真的很重要 因為性評教育當中會教你 什麼叫性情像 然後跟自我認同 然後或是說等等等等的東西的教育 那其實最重要一點是 你真的不要拿任何人來當你的實驗品 就是說 我媽也曾經跟我講過啊 我媽說 啊你又沒有跟女生試試看交往 你怎麼知道你不喜歡女生 欸拜託 如果我真的去試了 那女生不就很衰嗎 真的 所以就常常會有國中生視訊 她就會說什麼 阿凱比歐 你們好 我是國中生 然後我不知道我到底是喜歡男生還是喜歡女生 但其實我都會回答她說 等你真的遇到喜歡的那個人的時候 你就會知道你喜歡男生還是女生 現在我也有做一件事情 就是你現在好好充實自己的內在 你看你要學才藝也好 或是說充實自己的興趣 然後或是說充實自己的外貌 你想要充實什麼都可以 準備好你自己 然後等待那個 你的真命天子出現 沒有錯了 那這一次我們兩個分享我們的自我認同故事 那歡迎大家可以跟我們分享你的自我認同的故事是什麼 那喜歡這支影片的話 記得按讚訂閱分享 呼呼小事雙的呼呼知道 那如果呢 你想要聽我們聊什麼的話題也可以在下面留言喔 這樣我們下次就可以錄你想要聊的話題了 那呼呼小事雙下次再見囉 掰掰